安女士说2018年她在滨江中营国际大厦四楼的酷歌机器人给六岁的孩子报了培训班一共交了一万多块钱 收据上写着小孩上的是创课基础课程 安女士告诉记者当初来上体验课的时候她和孩子都觉得特别好 安女士说课程一直正常在上 直到今年疫情后复课她再次带孩子来 发现四楼已经换成了另外一家培训班 原本的酷歌机器人搬到了13楼名字也改成了酷歌创课 不过既然能正常上课安女士也就没多想 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拼的是一个婴儿推车 我觉得婴儿推车已经是 而且又没有程序在里面控制 就是一个那种相当于像乐高的那种形式了 后来我来找她协商了之后 她就说要不这样子我给你安排另外安排课 你觉得这个简单了我就跟你另外安排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不安排呢 那后来有没有安排 后来我说那你这样子我说不可信了 我已经觉得不可信了 安女士说她还打听到新开的这家酷歌似乎和原来那家有纠纷 她很担心这才下决心把剩余的课程退掉 根据合同中关于退课的附加条款 安女士填写了退款申请 退款金额8000多块钱 上面还有一位程老师的签字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退款还没有着落 然后这个表呢相当于其实就是个废 当时是为什么签这个表 那为什么我能填这个表 因为填了它应该是有效力的 没有感到 程老师很无奈 他说当时按照老板的意思 让安女士填了表准备走退款流程 但现在公司几个股东的争议导致退款搁置了 程老师给记者看了一张说明 2020年1月股东会决定关停酷歌中营校区 也就是原本位于四楼的酷歌机器人 现在13楼的浙江酷歌创客和酷歌机器人 没有任何关系 记者了解到原本四楼的酷歌机器人公司 主体是杭州酷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是李某 长沙市小新兴卡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持股60% 李某在这家公司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酷歌中营校区关停后 原本在杭州酷歌占股8%的于某 创办了浙江酷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在13楼开了浙江酷歌创客培训班 于总给记者看了双方的转让协议 于总支付了9万多元 收购了原本杭州酷歌的部分固定资产 可以继续使用杭州酷歌的教材 课程和平台 非杭州酷歌的债权债务 劳动关系纠纷 学员争议等由浙江酷歌承担 于总说这个月底就要开股东会 到时候有了结果会第一时间联系安女士 记者也试着联系杭州酷歌的法定代表人李某 电话没人接 发短信也没有回复 记者查询到杭州酷歌涉及多起劳动仲裁案件 邀宝 黄剑 记者报道